這個唯一的出路 那我就 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說 我要自己來 想要跟各位談的就是說 當然 剛剛其實王老師也有介紹說 台灣的一些現況 那我先跟各位談一下我們的困境 這個是我整理的 就是我們台灣的能源的一些指標 要跟全球的比較 我們的每人每年用的二氧化碳排放是11公噸 而且沒有要減少的跡象 那我們的人口是這樣子 我們total的用耗能是那麼多 有一項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台灣的每人每年平均用電量 是全球第12年 現在好一點 前幾年是十一 十 現在是十二名 那我們前面是哪些國家呢 除了這邊列的韓國之外 幾乎都是產油 產氣或是水力發電很多的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 加拿大 卡達 美國 那我們排名是全球第12名 也就表示說其實我們用電量 其實是蠻高的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說我們還要用更多 還要用更多怎麼回事 其實很多國家的個人用電量都比我們少 可是經濟發展比我們好很多 那不表示說經濟發展就一定跟你們用電 或是用耗能 並有關係 那我們幾乎 雖然大家看這個能源局的報告 說我們的進口依賴度是97點多 但是我認為他這是有改過數據 因為2010年之前 能源局的統計資料都是99點多的進口依賴度 然後到了2011年的時候 突然就變成97點多 這是我們把那個燒垃圾也當做自產能源 可是這個裡面有很大一部分是那種石化葉的包裝 它就當做自產能源 其實那是有問題的 基本上我們還是以高耗能的產業為主了 而且其實我們花了很多錢去買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花多少的能源的錢去買呢 大概花了十幾%的GDP去購買這個能源 而且這個比例在2008年很高掉下來之後 現在又逐漸的在上升 也就是說每賺七塊錢也一塊錢 應該去花錢去跟人家買 那這樣子的情況可以持續嗎 為什麼不把拿出去跟人家買的錢 來買我們的再生能源 那我們雖然說這個馬政府常說 日本在311之後 因為進口很多的化石能源所以有赤字 錯 那是因為安倍把這個費 就是說他們的這個日曆貶值 所以進口的東西當然變貴 但是他們也不過只有剛剛超過5%的GDP 就是進口能源只有在他們5%的GDP 我們是10幾了 那基本上我們的能源密集產業消耗我們台灣 三分之一以上的能源 那可是對我們GDP的貢獻4%左右 4%不到 那我們花了十幾%的錢去買一個能源 三分之一被他們用 那我們能源局很自豪說我們的能源密集度在下降 也就是說我們每創造一個單位GDP 我們用了多少能源 這個是藍色的這個線 逐漸在下降 沒錯 可是我們的政府沒有告訴我們 我們的產業越來越多在海外生產 海外生產賺的錢也列入我們的GDP來算 那我們其實從哪一年開始2011年左右 就已經超過50%是海外生產 所以其實沒有用到我們的能源 那可是分母變大了 所以我們的能源密集度在下降 這個不是重要的地方 下一邊 我們的電力供應剛剛其實王老師有提了 我們其實風加太陽能 基本上這個是比較舊 2012年資料我們有實時update的 還不到只有0.63%左右 風加太陽能 那我們一支是以燃煤發電為主 27加上這個IPP的Co 還有這個氣電共生 這個也是基本上都是燃煤 所以基本上我們除了煤天然氣 然後就是核電是我們的發電的主要來源 那我們是誰在用呢 我們工業用了53%左右 那我後來才注意到 我們的資料裡面說我們的電廠自用的電有7、8% 我發現其他國家沒有 其他國家電廠自用可能1、2%就不錯了 所以我們的電廠自用為什麼用這麼多 倒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另外一個問題 是不是他把那個蘇配電的訊號 他把它列進去 這就不太清楚了 喔 怎麼變掉了 我的現在沒掉了 我現在沒掉下去了 這不是我的 我其實沒有要講那麼多了 我只有前面的幾個 那我們的政府呢 最近就是上個月底 才出了一個新的能源預測 那是預測2026的時候 我們要比現在還要再多用23.5%的電 那所以一定要核四而不是要運轉 就是核1、2、3必須研議20年 不然的話呢 我們到了20 他他說啦 今年我們的備載就要變成只有10% 去年就只有14% 到了2023年的時候呢 我們的備載呢 就會只有2% 可是他沒有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有在蓋火力電廠 這個火力電廠呢 我待會有個表 超過900萬千瓦 超過900萬千瓦 那我們核123呢也不過是514萬千瓦 那台電會說他要裝置多少多少 他把風力啊什麼都加進來 他就說啊不夠不夠 那另外呢就是溫室氣體的減量目標 我們是2020回到2005年的排放 然後2025回到2000年 然後呢我們在1990的時候 個人的排放是5.64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是1990的兩倍多 那我們2000年的排放呢 就是5.64的快兩倍 一直到2025的時候回到2000年的排放 然後2050回到2000年的禮拜 也就是說大概2050 我們才回到1990 那我待會兒就跟各位提教說 給我自己的趨勢 那我們做了些什麼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做什麼 就叫大家關燈 隨手拔插頭 然後呢重數減碳 吃素救地球 那目前有的呢 是不是改這個LED 我們唯一比較看得見的 然後就是鼓勵大家騎腳踏車 可是我們在建築在交通 在很多的方面 政府可以做的其實都沒有做 那我們政府想要怎麼減碳呢 現在在暗地裡進行的一個叫做 淨煤加碳的輔桌跟風船 這個月的不知道十幾號就有一個 又有一個研討會 國際研討會又在做這個事情 那這個是一個又耗錢 又看不到是不是成功的一類計畫 那我們的備載會不夠吧 這是我整理的啦 就是我們會增加的火力電廠呢 就是光是台電會增加至少900萬千瓦 那假如把有爭議的 譬如說張公火力電廠 深奧火力電廠加進來的話 就會有一千三百四十幾個萬千瓦 那跟我們要退休的這合一二三 比起來是多很多 那當然他說我們還有其他老舊的要退休 對也不到這麼一三四一啦 那更有意思的就是說我發現 林口火力電廠到現在它的改裝還沒有完成 它是在2005年的12月就通過環境一下平 今年是幾何?2015年 一個火燃煤電廠蓋了十年喔 要這麼久嗎? 我就回去查核一二三蓋了多久 平均七到八年 我們的技術越來越好 燃煤電廠蓋的要比核能電廠還要很久啦 故意的嗎?嗯 可能 那後面就要來跟各位談一下 為什麼我認為公民電廠是一個 我們台灣必須走的趨勢 而且或許是將來可能就拯救台灣一個 怎麼講 一個蠻有效的途徑 因為國際的趨勢跟我們台灣的情況比起來 我們台灣都沒有在做任何的事情 那這個是最近發生在印度的熱浪 大概死了快2300多人 熱到47度耶 攝氏47度耶 大家不要認為跟我們很遙遠 假如大家記得八八風災的話 去找那時候的新聞 八八風災的前幾天我們台灣在鬧旱災 大家要發 政府要發節水用具給大家 所以未來的天氣就變得越來越難以為撤 馬路都溶掉了 像真的叫做斑馬線 看起來還真像斑馬這樣 然後呢 加州現在已經連著四年是乾旱 所以不准用水來澆草地囉 草地很難看 沒辦法 所以有人就開始像中國在奧運的時候 用那個噴漆 把草地噴成綠色 不然的話真的很難看哭的 這是2010年的時候 這個北加州山的這個雪到2015年的時候 變得少這麼多 那最近也發生過5月17到24這幾天 就是他們跟過去2001到2010年比的時候 溫度 這幾天的溫度的比較 就發現阿拉斯加變得很熱 5月23號的時候 阿拉斯加是30度 30度 攝氏 那美國又變得突然變得很冷 天氣的異常越來越顯著了 那所以國際上 其實現在也在 波昂在開會 每一個國家 現在重要的國家 很多的高峰會 氣候變遷 都跟能源的問題是連在一起的 而且是基本上是必須討論的問題 那我就不是很詳細的介紹了 這個開始是1992年的時候 第九高峰會在討論 那正式開會是1995年 聯合國的氣候變化綱號公約第一次大會 然後1997年就簽了這個京都議定書 那包括了這幾種氣體 然後只有包括了38個國家 那這38個國家的平均要比 在2012年之前要減少5.2%的溫室氣體的排放 那2012年之後要怎麼做呢 大家都沒有概念 所以本來是2010年的時候 要做成一個新的議定書 但是那一年大家吵吵鬧鬧了 就沒有結果 所以第二年的時候 基本上在墨西哥的肯控開會的時候 大家同意以後氣候變遷的協商的目標 是希望大家能把增溫控制在不超過設施2度 這是跟工業革命前比 那我們現在已經差不多0.85度了 增溫已經是0.85度了 所以你說0.2度還有一段 嗯 對不起是我們是排放是越來越多了 那科學家的建議說假如我們要保持在增溫不超過2度呢 二氧化碳的總排放就全球喔 要在2015年呢 就是今年 又達到最高峰 看不到了 那2050年要比1990年少一半 那我們的目標呢 台灣的目標是2050年回到1990年 跟大家好像差了蠻多的 那當然他就有要求工業國要做多一點 所以他們希望2020的目標呢 是在比1990要少25%到40%了 那我這個就不提了 那所以在丹麥哥本哈根會議 沒有新的議定書出來 可是呢在2011年在南非德班呢 就有一個突破 突破呢就是說2015年 就是今年的會議這8年舉行了 要致立新的議定書 這個新的議定書要2020就生效 所以大家現在都在準備 今年你的議定書 到底各國要做哪些承諾 那所以大家都做的這些準備 那基本上多少的減量才夠呢 多少的減量才夠 那在去年的時候 前年的IPCC的人就說 我們假如要穩定氣候邊界 在兩度之內 我們總共能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呢 大概只有3兆公噸 我們現在已經排了多少呢 兩兆公噸了 所以我們還有一兆嘛 一兆會用多久呢 我們現在每年排放300多億公噸 算一算 除一除大概只有30年 只剩30年喔 我們照我們現在的速度 所以大概30年 就至少在2055到2070 所謂碳中和 碳中性呢就是 你所有的排放就要所有都可以吸收 不然的話我們達不到這個標準 這是增溫兩度喔 那所以有很多的組織 譬如說這個是Guardian 這個報紙就開始推動 我們化石燃料呢不能再用了 很多叫留在地裡不能使用了 洛克菲勒Foundation 洛克菲勒就是以前的美國的Monopoly 你的Standard Oil Company的這個創辦人 他的子女的Foundation 他子女呢 現在都已經把他的投資 逐漸從化石能源的產業移走了 不再投資化石產業 所以這是一個國際的趨勢 將來這個會越來越嚴格 那基本上呢 到底兩度C的這個標準好不好呢 很多小老國家跟極低度開發的國家 在幾年前就一直要求聯合國 要重新評估到底這個兩度 這個是安不安全 那這個報告呢 這個月其實剛剛才發表 六月才出來 他們說這個兩度呢 是一個不是一個超過 在裡面就安全的一個標準 對不起 在兩度的時候還是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他們其實這個小組就建議 要考慮1.5度 考慮1.5度了 建議目前的路徑要控制 可以讓這個1.5度的可能性存在 基本上呢 所以就是在2050年的減量目標裡面 要把這個可能1.5度的這個路徑 也要落入裡頭 好 那之後呢 那所以現在各國呢 不只是在提2020的目標 因為新的意定書 2020才會生效 所以是2020之後的目標 所以現在各國都在 其實很多國家都在討論 它的各國願意提供的這個貢獻 就是減量目標了 所以減成叫INDC INDC INDC目前呢 只有10個國家交了 全球快200個國家 那這幾個國家 佔全球31%的排放 那基本上呢 他們是這樣子的 我這邊簡單的做了個整理 這是京都意定書的目標 2012年 他們要達到什麼樣的 跟1990年比 然後呢 這是各國以前做的2020的目標 2020的目標呢 我沒有括號的呢 都是以1990做基準 所以澳洲呢 是5到 減量是5到25% 可是他用2000年做基準 然後呢 歐盟是做的比較好的 是20到30% 不過後來還是決定在20% 然後他已經拿到了 差一點點 他已經是19% 然後呢 2030年的目標呢 就是減40% 那美國呢 是說他在以2005年做目標 14到25% 為他的減量的目標 然後提出來的INDC呢 是26到28 其實大家想要比較的話 你就會發現 其實在第一次 簽這個京都意定書的時候 這個目標其實是滿的 當時他們認為很多 其實現在看起來不夠 那所以2012到2020的時候 其實目標這個減量是增加的 幅度滿大的 然後到2030的幅度是更大的 幅度是更大的 那所以其實國際的趨勢是 氣候變遷的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那我們台灣目前政府的政策是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行動 可以這樣說是沒有什麼行動 還是寄望在傳統的化石能源跟核電 這是跟國際的趨勢就完全背道而馳 雖然我們不是國際氣候協商的一份子 但是這些國際公約 為了防止搭便車的這些行為 基本上都是用經濟制裁 所以一旦國際的約定好了 我們不去遵守的話 我們就會受到經濟制裁 那我們又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 所以假如我們的全民電廠 可以做起來 可以讓台業越來越視為 我們逼迫著政府的電力 變成更多的自主能源的話 這個或許是我們台灣唯一的主題 謝謝 謝謝 謝謝許多榮老師 也請許多榮老師先留步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進行QA時間 所以就請恐榮、芬蘭 然後還有王國發老師 就再重新回到我位置上 好,我們開放那個現場提問 我們剛才一路上從德國的經驗 然後看到公共電腦的發展 然後看到台灣的這個困境 那在場的朋友們 有沒有想要提問的? 都沒有嗎? 好 介紹一下你自己 然後就這樣 然後再... 然後他現在有個 他在大集中 哦 然後我可以請教一下 芬蘭老師 就是您剛有提到說 那個影片裡面有介紹說 那個EWS公司 他們是有辦法 把他們自己的店 就是輸到 最遠到漢堡那個地方 我想要知道在食物經驗上 他們是怎麼樣去辦到這件事情 謝謝 所以問題是他們發電 然後給另外一個村子嗎? 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是在德國電網是公開的 然後...